各位选好 下面我们来讲授第十八章政府补助 我们先来看历年考勤概况 本章内容较少而且非常简单 在纪念考试当中是经常会光顾的 本章在纪念考试题目中平均分值六分左右 不仅在客观题中单独来考察 也可以在主观题中考察其账务处理 比如说曾经和固定站的更新改造结合 曾经和所得税结合 还有和什么研发结合等等 都可以在大题中出现 所以在学习本章时需要全面的掌握 争取首到勤来 除此外这张内容应该说 最后一个知识点到现在就没有考过 那么一个就是综合性项目 一个是贴息 就这两个内容到现在没有考过 其他内容都考过了 那么这两年长考的热点什么 热点就是和收入准则结合在一起内容 好下面再看近年考点之一 第一政府补助的概念 提醒单项选择指数一颗星 12年考了13年考过了 涉及到内容政府补助的范围 判断哪些属于政府补助 哪些不属于政府补助 那么第二个呢 政府补助的快处理 这是重中之重 这是三颗星 单选多选计算综合都出现过 从20年到15年看见了吗 都出现过 实际上到12年也可以 12年机考以后一直出现政府补助 主要是判断各业务的快处理是否正确 与收入结合的相关快处理 计算与收益或与自然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 考察其账务处理 与差错更正等结合的有关内容 好接下来 本章内容在21年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动 所以这张内容应该说呢 变动很小 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主要的账务处理 关键是账务处理 借什么带什么高总了就可以了 好下面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指点 政府补助的概念 第一 政府补助定义和特征 第一 定义什么是政府补助 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 或非货币性资产 那么这里涉及到第一 白给的 所以是无偿的 那么第二个 取得的资产通常是货币性的 实物中货币性资产 占的比重非常大 而非货币性资产 实物中很少见 那么再看第一个问题 主要形式要背了 这要背了 四个内容 那么政府对且的 无偿拨款 税收返还 财政贴息 以及非货币性资产等 四个内容 看见了吗 一条线两条线 三条线四条线 好选择提要会选 再接下来 直接减免 免征 增加计税抵扣的 这个内容 就是那无形散 加计扣出等有关内容 不涉及到资产 直接转移的经济资源 不适用于政府补助准则 那么换句话来讲 按照其他相关块准则处理 就可以了 好 第二 部分减免税款 需要按照政府补助准则 进行快处理 但它不属于政府补助 所以这是矛盾的吗 不矛盾 第一个 按照政府补助的会计 处理方法处理 但它不属于政府补助内容 那包括 那么招用自主就业 退市兵减征的税额 借应交税费 应交赠税 减免税额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小微企业免征的增值税额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那么带什么 转到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 是我们政府补助当中 用的最多的一个科目 那么这个内容 注意 走那科目 走 这是第一个 但是它不属于征捕度 除此外 按照可抵扣 进行税额 加计的 比如加计版 比如说 那么抵减应纳税额 那么也应该通过 其他收益科目和算 所以其他收益 这个科目 在政府补助当中 用最多 好 第三 出口退税 布水 征服补助 按照税法规定 在对出口货物 取得收入 免增 增值税的同时 那么退付 出口货物 前一道环节 发生的这个 进行税额 那么增值税 出口退实际上是 政府退回给企业 事先垫付的 这个进行项税 所以当然布水 征不住了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问题 个人所得税返还的 手续费 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那么这个内容呢 应该说现在财政部 已经做出规定了 好像是在2018年 2019年的时候 我记得18年的时候 财政部专门发了个文 来说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 我们诸会已经考过了 所以个人所得税 返还的手续费 我们会计们收的后 第一 你一定要注意啊 也属于争补助了 再说一遍 也属于政府补助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 那么现金流量表当中 那么是列作与日常活动的 与日常活动相关的 在座 在哪儿 在经营活动中列爆 与日常活动有关的 而且在经营活动中 列爆了 所以注意两个问题 可以了啊 所以这个内容 你们可以上网去搜一下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政府补助特征 第一 政府补助是来源于 政府的经济资源 那么政府主要是指 行政事业单位 所以我们通常所讲 政府是指 行政单位或事业单位 行政单位大家知道 比如说财政部财政局财政厅都可以吧 事业单位 各个高校研究所 一般都事业单位啊 或类似机构 那么对企业收到的来源 其他方的补助 如果确凿证据表明 政府是补助的实际 拨付者的情况下 那么其他方只是一个 代收代付作用 那么这种情况 也可以作为政府补助处理 则补助也属于来源于 政府的经济资源 我们来看一道综合题 19年的考题 节选啊 甲公司拥有 乙公司 丙公司 丁公司 物公司 等子公司 需要编合编报表 好 那么这是个母子公司的关系 知道就可以了 其中丙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甲公司呢 持有其60%的股权 为了购买科学实验 需要的一个设备 X29年5月10日 丙公司通过甲公司 向政府相关部门 递交了400万的 补助的申请 是通过母公司来递交的 X29年11月20日 甲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拨付给丙公司购买 这个设备价款400万 11月26号 甲公司将收到的这400万 通过一行转账给了 丙公司 对于丙公司来讲收到这个钱是谁啊 是假给的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判断判断 甲公司的政府补助 就是该补助是甲公司政府补助 还是丙公司政府补助 到底谁的 说明理由 答案 一定是丙公司政府补助 而不属于甲公司的 虽然甲公司收到的啊 但是他只是起到一个代收代付作用 所以理由 补助对象是扁公司 甲公司只是起到一个代收代付作用 因此 谁呀 是扁公司按照政府补助原则进行快处理 第二 政府补助一定是无偿的 且取得的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资源 不需要向政府交付商品和服务的对价 所以是白给的嘛 就是无偿的嘛 那么无偿性是政府补助一个最最的基本特征 那么这一特征就会将政府补助 与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资本 还有政府购买服务等互惠性的交易 要严格区分开来 所以这里设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政府是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 向企业投入资本的话 享有相关的所有者权益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是是什么 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投资者 与被投资者的关系 所以这个内容属于是互惠交易 所以收到政府投入资本的时候 借一行存款代记实收资本 比如说我们国家的 国资委下属的这些央企 那么这些央企都是国家投资 那么这种情况是投资也被投资关系 不属于政府补助内容 那么第二个内容 企业从政府取得经济资源 那么如果与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活动密切相关且来源政府 经济资源是其销售商品 或服务对价或对价组成部分 那么按收入准则规定处理 那么这块也不适用于政府补助准则 这话得背 你不背考试的时候插错跟着 说理由你就说不出来 这句话考了恩次了 考了恩次了就这种话 所以得记 那么这种情况要注意 我们在考的时候经常会考到这种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道单项选择题 甲公司自10年开始受政府委托进口医药类 特种饼材料 再将饼材料销售给国内生产的这个企业 这个题哪来的你知道吗 这个题就是中国证监会编写的案例解析中的题目 你们看完就知道是那里题目 好接着看 那么加工出丁产品 那么再由政府定价后销售给最终的用户 那么由于国际市场上 丙原才的价格上涨了 而国内丁产品的价格保持不变 那么形成了这个 进销差价倒挂的局面 进销差价倒挂了 好14年之前 甲公司销售给生产企的饼原材料 是以进口价格为基础定价 国家财政弥补生产企业 那么进销差价 那么14年以后 国家为了规范管理 改为限定甲公司 对生产企业的销售价格 我限定价格了 然后呢 再由国家弥补甲公司的进销差价 不考其他因素 那么上述交易的实质判断 那么这个判断 下列关于甲公司 从政府获得进销差价 弥补的快处理中 正确的是 说完了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 我进口这个原材料 假定说每吨 是100万人币 100万元人币 我进口的这个内容 但是我卖给下游企业 我却卖80万 我却卖80万 那20万谁给呀 国家财政给 那么这不就是进销 这个有个差价了吗 对吧 我卖亏了对吧 我进口价格是100万 但是我销售给下游企业的价格 只有80万 那么这种情况下 国家给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作为与销售饼材料相关的营业收入 那么你们觉得是哪个呀 只能是第一个A呀 一定是A呀 下面来看一下 从公司的经营规模来看 从国外进口原材料 那么按照固定价格 销售给指定起 然后再从政府获得差价 就是假公司日常经营模式 从收入定义来看 那么收入是值在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没有关的经济率总流入 那么政府补助的对价 这个对价属于日常活动 符合收入定义 所以假公司应该把它劝人收入 再换句话来讲 再换句话来讲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在这个题目中 为什么找收入 我还用这个例子说啊 也就是说 我在这里头啊 卖给下游企业的价格的确是80万 然后呢收到20万 我的对价金额是100万 其中两部分构成的客户给我的是80万 那么财政给我20万 那么这两个组合在一起 就是我的销售的价格了 因此按照收入准则来处理 这种也有在实物中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个内容很早很早以前呢 那么它是列营外收入的 那么现在都改成列作收入 属于收入准则规范内容 好 这是提醒大家的一个问题啊 好 再来看一个计算分析题 这个题好像考博我记得啊 那么也是中国证监会案例中的题目 这种业务在实物中也非常常见啊 甲公司为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销售企业 根据中央和地方执行的新能源汽车 补贴的标准计算 每辆新能源汽车售价13万 其中财政给8万 这有多假定数字啊 数字都假定的 好 每辆新能源客车售价100万 那么财政给70万 这里一个小轿车一个大轿车 大轿车大巴就那种的啊 21年甲公司新能源轿车就小车啊 轿车销售数量是4000辆 新能源客车就大大的轿车 或者也叫什么 也叫那个大巴那种形式的啊 那么2000辆 货环已收到 每辆新能源汽车的成本是12万 那么能源客车这个客车啊 大的那个80万成本分别列出来了 好 那么问分路怎么做 很简单 假公司自财政部门取得的款项 不属于政府路 那么该款项与 具有明确的商业实质的交易相关 不是公司自国家无偿取得现金流入 而是作为正常的销售价格的一部分 所以借银行存款 带主营业务收 这个主营业务收是两部分内容 那么这两部分内容包括从客户取得的 还有国家给的 所以是4000辆乘以13万 这13万包括国家给的也包括客户给的 这明白吗 好 那么再接着加上2000辆乘以100万 这100万包括国家给的和客户给的 那么在这都应该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 好 所以借银行存款带主营业务收 同时转成本 那么成本就是4000辆乘以12 2000辆乘以80 借主营业务成本带库存商品就完事 和正常的商品销售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个价格等于分成两块 客户给我的 那么国家财政给我的 两块合在一起了 是国家购买相当购买 购买服务购买商品 那么优惠于老百姓 就这一次 接着看2013年的单项选择题 且享受下列税收 税收优惠 属于政府补助四种情况的 其中一种情况 那么属于快计准则规定的有 增值税的出口退税 这个不属于免增 免增的话我没收钱 我没收钱 当然不属于政府 政府一定是收到了 肯定是收到了 简正也不是 先征后反的解锁得税 或者增值税 这才属于这个才属于 既争既退 先征后反 这些都是属于政府补助内容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地 好 解释内容 自己来看 好 第一个问题 我们就讲这儿 第二个问题 政府补助形式 那么这形式 我们前面讲过四种形式 记住四种形式 会选择就可以了 第一个 无偿拨款 拨款在15中 占的比重比较大 其次呢 就是财政贴息 财政贴息分为两种情况 那么一个是财政贴 贴给银行 一个贴给企业了 税收返还 比如说 我们刚才讲的 先征后反 增值税 所得税 还有无偿给予的 非货币性资产等等 选择题一定要会选 这块就是考选择题 第三个 政府补助的分类 分类通常是两种情况 那么一种情况 是与资产相关的征补助 那么再一个 是与收益相关征补助 通常是那么两大类 这是我们讲第一个支点 相关的概念 从选择题角度掌握就可以了 好 再来看下一个支点 政府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两颗心 第一 政府补助的确认 那么政府补助 同时满足下面的条件的时候 才能予以确认 第一 是且能够满足 政府补助的 所付的条件 也就是满足条件 也就是我申请的话 我能申请下来 而且呢 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比如说新能源汽车 节能环保的 等等 这些是符合国家政策的 你才能去申请 这是第一个啊 那么第二个内容呢 是企业能够收到政府补助 是能够收到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才能确认 那么数据是同时满足的问题 那么第二问题 计量 总原则 政府补助 如果是货币性资产的话 那么按照收到的 或者应收的 这多了一个应收 收到就实际收到 有些情况下可以应收 那么为什么应收金额呢 比如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粮食保管企业 粮食保管企业 那么国家呢 是按照美金粮食的保管 那么给我们钱 给我们的企业钱 那么通常情况来讲 是在每个季度初 他会给我的 因为我这个粮食保管 的数量是固定 比如1万 假定1万斤 或1亿斤 那么数量是固定的 那么常义假定 美金0.39元 那么按照这个金额给我 那么这个金额 肯定是要收到的 而且每个季度 都会给我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不是在收到时 而是要考虑应收的性质 要考虑应收的性质 好 那么按照这个金额来计量 所以来看 1 如果企业已经实际收到的 这个补助资金 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计量 就完事了 那么第二 如果资产负债表示 企业尚未收到补助 但企业在符合了相关的政策规定后 就相应的获得了收款权利的情况下 且与相关的经济力很可能流入企业 且就应当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把这项补助作应收款项 按照应收的金额计量 应收的金额 这个重点 这个是重点 因为老准则没有这个内容 所以这块内容也可以借应收款项了 也可以借应收款项了 所以这点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这两个内容 从计量上来讲 重点是二 第三个问题 政府补助 如果是非货币兴资产的话 那么通常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如果公允价不能可靠计量 那么按名义金额计量 记住名义金额只能用于非货币兴资 你说货币兴资 我按名义金额计量可能不可能 只有非货币兴资 才有按名义金额计量这一说 这个名义金额是指一块钱 这个名义金额仅指一块钱 好 第三个问题 政府补助的快处理方法 那么方法有两种快处理方法 一个总额法 一个净额法 我们先看总额法 在确认政府补助时 应该将其全额一次性的 或分次确认为收益 确认为收益 而不是将其作为 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 或成本费用的扣减 不是 是一次性的或分次的 确认为收益 那么这个收益 就是我们后面所讲的 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 那么这块充点成本 或资产的话 这叫净额法 总额法不能这么做 第二净额法 将政府补助确认为 对相关资产账面价值 或者是所补偿成本费用的扣减 那么这种情况 减的情况下是净额法 好 那么且应当根据经济业务的实质 判断某一类政府补助业务 那么应当到底采用总额法 还净额法呢 通常情况下 同类或类似的政府补助 只能用一种方法 要不然你用总额法 要不然净额法 同时 且对该业务 该业务应当一贯的运用 该方法 不能随意变更 那么且对某些补助 有的时候只能用一种方法 没有二种方法 只能一种 没有二 那么这个内容就是增值税的 即征即退 这个内容 它只能是总额法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 价外税 它不是价内税 是价外税 所以只有一种方法 总额法 其实 从考试角度来讲 总额法 净额法 题目中会告诉你的 你不用担心 题目会告诉你的 接着看 那么政府补助准则规定 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应当按照经纪业务性质 进入其他收益 这叫总额法 或者充减成本费用 比如说充管理费用 那么这叫净额法 所以这是总额法 这就是总额法 那么这个内容呢 指的就是净额法 净额法 好 这是第一 与日常活动有关的 那么与日常活动 没有关的政府补助 进入营业外 收支 收 那么指的总额法 那么支指的净额法 听懂了吗 就这意思 好 这是我们讲的 一个支点 这个支点 大家呢 是为我们后面铺垫的 所以简单了解可以了 好 重点在这儿了 这是三颗心了 看见了吗 这是三颗心 账屋处理就在这儿了 与自然相关的 政府补助的具体块处理 与资产相关 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 用于构建 或者说 以其他方式 形成的长期资产的 政府补助 从我们筑块考试 角度来讲 通常都是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资产 还没考过 比如说 可以是无形资产吗 当然可以 无形资产 都可以的 所以一般来讲 是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 第一 且收到货币性资产 那么第一 如果企业 先收到与资产相关的 争不住 先收国家给我的钱 然后我再构建 再构建 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 是比较常见的 第一 总额法 实际收到是 借行存款 代季 地盐收益 代地盐收益 马上问一件事 收钱了吗 你 你收钱了 借行存款了 在现金流量表中 列哪 经营活动 投资活动 筹资活动 列哪 对 经营活动 对了 经营活动 那我再告诉你一句话 你记住了 你记住了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 无论是与资产相关的 还是与收益相关的 在现金流量表中 都列为经营活动 包括那个个税返还 都是列作经营活动 听懂了吧 这好记了吧 好记性了 那么第二 从开始对相关资产 具体折旧 进行贪销的时候 再按照合理的方法 将地盐收益 分期记入 当期的收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借记地盐收益 那么代记其他收益 或代营业外收入 那么这里也涉及到一个问题 还得问大家了啊 老师 这个地盐收益 什么类科目 什么类科目 借行贪销带地盐收益 什么类科目 你不先收钱后买固定散吗 那么这个什么类科目 它是属于负债类科目 负债类科目 这是第一 那么属于流动和非流动 非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科目 好 先收钱了 然后呢 你购买了设备以后 购买设备以后 购买固定散了 那么这时候 再贪销这个地盐收益 贪销地盐收益 那么借地盐收益出来了 代记其他收益 这指的是什么 是指的是 与日常活动相关的 日常活动相关的 走营业外呢 是与日常活动没有关的 一个相关的 一个没有关的 需要说明是 采用总额法是 如果对应的长期资产 在持有期间发生减值了 那么地盐收益贪销 是保持不变的 你不能说那个 那个减值了 我这块贪销就变了 不变 不受影响 好 下面我们来看 快速反应 来练一练反应反应啊 贾公司新建厂房项目 为当地政府重点知识项目 21年1月2日 贾公司收到政府拨款3000万元 用补充厂房的建设资金 这句话告诉我是与资产相关的 先给钱 然后我再构建 对吧 好 是与资产相关的 21年6月3日 新建厂房完成了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说明什么 当月增加的固定暂 不提折旧 有问题吧 成本12000万元 年限20年 用直建法提折旧 假定假公司层总额法核算政府补助 那么确定直线法分期摊销 更加合理 那么现在问的问题 21年 我们折旧额提多少 电收益摊多少 注意的问题就是 固定咱怎么提折旧怎么摊 那么电收益也怎么摊 就这意思 所以21年固定咱的折旧额 那么21年 电收益的这个摊销额 这个摊销分摊的 那么是 看好了 这边除20年 12000除20年 下面3000除20年 都一样吧 那么这块的折旧呢 乘12分之6个月 乘12分之6个月 那么这块也是乘12分之6个月 一模一样 固定咱 那本年提6个月 那么这块他摊6个月 所以这个记住 是完全一式就可以了 所以这块算出了 375 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第三 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时 或者说结束之前被卖了 被处置了 尚未摊销电收益 应该一次性的转到资产处置 当期的损益中 不允许再电了 除此以外 如果相关资产被划分为 持有代售类别的 应该先将尚未分派的 电收益的余额 充减相关资本账面价值 这句话非常重要 如果是划分持有代售的情况下 此时的这个电收益就要充账面价值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因为他 因为在这呢 他还没有处置呢 因为他进入持有代售了 然后再按照 第42号准则的规定 来进行快处理 所以这块最左的问题 一旦划分持有代售的情况下 尚未贪销电收益 那么直接充减固定资产 无形散账面价值 好 这个要注意 这句话还没有考过 还没有考过 这是第一 总额法 第二进行法 第一 收到补助资金的时候 借养资本还是待继 长期负债利科目 电收益长期负债利科目 好 那么第二 在相关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或预定用途时 你看预定用途 一般指无形散 可使用状态 一般指的是什么 固定资产 然后再将电收益 充减相关资产账面价值 借电收益 待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与日常活动相关的 充相关的资产 与日常活动没有关的 那么充以外支出 充以外支出 好 那么企业对于某项经业务 选择总额法 净额法后 那么应该对该业务 一贯的运用 该方法不能随意变更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基本的例行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 企业购置环保设备 可以申请补贴 以补偿及环保支出 假公司20年1月份 向政府有关部门 提交了600万的 补助申请 作为对其购置环保设备的补贴 3月1号 收到了政府补助600万 3月1号 4月2号 购买了设备了 不需安装 那么实际成本 实际成本是900万元 寿命10年 用直线法提折旧 他用生产产品的 好 28年4月份 把它给卖了 28年4月份给卖了 好 看好了 20年4月20日 28年4月份 提了几年折旧的 不差8年吗 差8年吗 好 出售了 取得价款100万 不考虑增值税 好 直线法分摊 好 分路怎么做 现在我要求 总额法 净额法 通过这表格来做 好 我们来看答案 那么这个答案 是两种情况 对比说 总额法 净额法 那么一定要注意 对比说明 找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仅仅是为了对比 不是为了别的 考试不会两个都考的 好 第一个 3月号 实际收到政府补助的时候 那么是600万元 两种情况下 都是借银行存款 代际 长期负债的科目 是地盐收益 都是走地盐收益 长期负债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 4月20号 购买设备时 借固定赚 带银行存款 这边也是借固定赚 带银行存款 同时注意个最大问题 区别就区别在这块了 在金额往下 马上 充减什么 充减固定赚的账面价值 充减长期赚 充减长期负债 所以借记 地盐收益 代记固定赚 金额600 那么这块没有提折旧呢 还没有提折旧呢 好 再往下接着走 那么自下月开始 每个资产负债 表示我们要提折旧 要提折旧 同时分谈地盐收益 先看这边 在总额法下 借制造费用 因为是生产产品的 借制造费用 代记累计折旧 那么这个金额 就上面那个900 这个900 除以10年 除以12个月 按月来走 借制造费用 代累计折旧7.5 同时 摊销地盐收益 借地盐收益 代其他收益 所以将 这个地盐收益冲掉 转为其他收益 为什么走其他收益 总额法下 都走其他收益 那么金额是600万 除以10年 除以12个月 上面除10 下面除10 上面除12月 下面除12个月 完了 就这么简单 上下一致就可以了 这是总额法 金额法下 按差额提折旧 借制造费用 代累计 就差额900万 减掉600万 900万减掉这600万 减完以后 除以10年 除以12个月 是2.5 区别找回来了吗 区别找回来了 再往上看 上面的区别呢 上面的区别呢 上面这个区别 看见了吗 区别在这 区别在这 是充减固定 攒帐名价值 对吧 那么这边区别在哪 那么这边呢 是充减 这个地盐收益 地盐收益 充了吧 转为其他收益了 那么这块 因为前面充过了 所以这块呢 按照差额提折旧 就可以了 好 注意这么一个特点 接着往上走 28年4月份 出售该设备 好 那么注意的问题 没有报废 我们教材中提 报废了 我这没有报废 是提前给卖了 所以第一步 先将固定 帐面价值 转入到清理中去 所以借记固定资产 清理 原汁减折旧 借累计折旧 提了8年折旧了 所以900除以10年乘以8是 720代计固定资900 差额180 借清理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再将尚未摊销 再说一遍 尚未摊销的这个电收益 直接转到清理中去 我这笔分路再说一遍 这笔分路是准则讲解中的分路 我按准则讲解来讲 所以在以前教材呢 就是和准则不一样 所以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只要教材和准则不一样 我都是以准则为准 这是最准确的 所以来看一下 是600减掉600除以10年乘以8年 尚未摊销的 尚未摊销的 那么在这转为了 清理中去 把电收益冲掉了 然后再接着往下走 卖了 记价送了100 代记清理 那么清理呢 是180减掉100是60 最后卖亏了卖赚了 走的是资产处置随 这是第一个 总额法 进额法 进额法下 也要将固定产账面价值 转入清理中去 所以借记固定产清理 原值减折旧 借累计则300 那个差额记得吧 除以10年乘以8年240 代记固定产是300 好 那么差额60 借清理 然后下面出售了 借银行送我还100 代清理是60 差额40 早的是资产处置损益 无论哪种方法 看见了吗 无论哪种方法 那么进入到资产处置 损益中的金额 一定是一样的 不可能不一样 这就是总额法 净额法 与资产相关的快处理 再看2018年的考题 27年 蒋公司发生 与政府补助相关资料如下 第一 蒋公司采用 既争既退方式 收到返还的增值税300万 手于正补助吗 手于 那么走不走其他收益 走其他收益 总额法下 只有一种情况下 它是走其他收益的 那么它只有总额法 第二 昌晌年3月20日 假公司取得用于购买 实验设备的财政拨款120万 与自然相关的 那么9月3少购买设备 偷使用 价款240 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 还有银行贷款等等 蒋公司预计该设备使用年限为10年 按照直建法提折旧 好 没了 那么问 确认为其他收益的金额是多少 很简单 那么第一个 既争既退的300万 在收到时直接借行 送往代祭其他收益 那么这属于 现在的问题就是与自然相关的 与自然相关的这个内容 我们得看一下啊 取得财政拨款120万 属于自然相关的生互补助 那么在采用总额法情况下 在资产使用寿命内摊销 所以当期 进入到其他收益的金额 就是120除以10年 除以10年 那么这条题告诉我们是10年 然后9月32购入的当月增加固定 不提折旧 所以前9个月不提 后3个月提 所以这块贪也是一样的 所以乘以12分之3个月 乘以12分之3 除以12个月乘以3个月 看到了吗 所以除以10年 乘以12分之3个月 那么这个3万 那么是进入到其他收益中的 进入其他收益 从电收益转为其他收益 好 那么合在一起 进入其他收益的 一个是 就是即征即退的 这个增税 再一个的3万 摊销以后 转为了其他收益 所以答案是A303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是先收到了政府补助 然后再构建 那么第二个 相关长期资产投入使用后 再取得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后给钱 后给钱 那么有在实务当中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 往往这个财政拨款 这个申请这个程序 非常复杂 因为白给的嘛 所以时间往往很长很长 对吧 有的时候可能批得下来 有的时候批不下来 但活我得干 这活我得干 这个设备我得购买 这个固定资 我得构建 对吧 所以先建造 然后再收钱 接着看 如果相关长期资产投入使用以后 企业再取得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总额法下 应该在相关资产剩余的寿命内 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 再将地益收益 那么摊到当期收益中去 进入到其他收益 这是一个 进行法下呢 应该在取得补助时 直接充电相关资产账面价值 并按照充电后的账面价值 和相关资产剩余寿命 来具体折旧 具体折旧 好 我们还是用前面理系 假定20年4月20号 还是购买设备 价款还是900 但是是没收钱的 是我自己钱购买的 寿命还是10年 直接把提折旧 好 那么一年以后 一年以后 21年5月份 21年5月份 假公司收到补助600万 28年4月份出售了 还是上面资料 只不过钱后面收到 好 第一 先购买设备吧 借记固定资产 贷一行 总额法 净合法 是一样的 好 紧接着 5月份开始提折旧 当月增加不提折旧 所以两边折旧都一样 借制造费用 带累计折旧 900万除以10年 除以12个月 都是7.5 这没问题吧 好 因为题目告诉我 还是10年 那么设备价款 还是900 我按月提折旧 好 再接着看下面内容了 那么下面内容呢 是后面 是21年5月1号 收到财政 给的600万 所以借一行存款 带地盐收益 因为是用于资产的 那么这个资产呢 虽然也构建完了 但是也要确认为 长期负借 借一行存款 带地盐收益 借一行存款 带地盐收益的特点是 因为是在总额法下 在总额法下 好 接着看二 同时分摊地盐收益 再借记地盐收益 带记其他收益 所以要先确认为 长期负债 然后慢慢的再去摊 所以600万 所以600万除以上可使用年限 是9年 上可使用年限 9年 所以99年 除以12个月 按月来摊 借地盐收益 带其他收益 借的是长期负债 带的是收益 这个收益是 损益表中的项目 损益表中的项目 其他收益 是55.56 这是总额法 进额法 收到这600万 直接充减固定资 带面价值 所以借银行所 待记固定资 直接充减固定资 带面价值 好 这是一个 然后提折旧的时候 按照差额提 怎么提呢 来看一下 900万 900万 充掉这600万 再考虑一个90 我们前面提了一个90 往前看 往前看这90在这呢 往前看 900除以10年 整年啊 整年啊 这不是90吗 对吧 好 所以是900减掉90 再去减掉这个600万 除以上格使用年限 是9年 除以12个月 是1.94 借制造费用 带累折旧 再接着看 28年4月份出售了 第一 还是先将固定资 账面价值 转入到清理中去 代记固定资 还是900 借累折旧 还是8年 那么借记固定资 清理180 同时将上位摊销 低延收益 转到清理中去 那么这一块注意是 是除以9年乘以7年 不是8年了 7年 除以上格使用年限 是9年乘以7年 是133.33 好 下面收到款项是 借行算100 代计清理 差额是46.67 那么最后的差额呢 代记资产 触制损益 53.33 而这边呢 首先也是要将固定资 账面价值转入清理 借清理 46.67 借累计折旧 看好了 是900除以10年 那么这是一年折旧 后面呢 是900扣掉一个整年的折旧 90又扣掉一个600 收到中补助 净额法 除以上格使用年限 9年乘以7年 那一块 除以9 乘以7 这块也是一样 算出253.33 好 收到价款时 借行存款 代清理 上面的数 46.67 然后看好了 资产处置损益 两边一样吗 53.3一样吗 一定一样 如果不一样 肯定你做错 两边方法 虽然不同 但结果一定相等 结果一定相等 好 这是 是后收钱 先购建的处理方法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收到的是货币性资金 第二 且收到长期非货币性资产 那么如果企业 收到的是 不是货币资金 那么这种情况下 往往是政府给予企业的 非货币性资产 比如说 无偿化波土地使用权 天然起源的森林等等 对于无偿给予的非货币性资产 这部内容应当公允价入账 如果公允价不能可靠 按名誉金额来计量 所以第一 收到非货币性资产时 借记资产的科目 借固定资产等等都可以 可以借无形资产 比如土地使用权借无形资产 代记地银收益 为什么走地银收益 因为是与资产相关的 那么第二 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 再去摊销 摊销时再借地银收益 代记其他收益 但是按照明义金额 一块钱计量的政府补助 再取得时 直接进入到其他收益中去 直接进入其他收益 那么就没有摊销问题了 好 到了一旨 那么这个支点讲完了 与资产相关的 从目前来讲 资产相关的考的最多的 都是什么 是先收钱后构建 那么第二种情况 后收钱先构建 还没有考过 大家都应该注意 这两种方法 从这两年的考试情况 特别是去年的考试 很多题目 真是不按套路出牌 书上很多内容 都是不经常考的 在2020年考试中都出现了 所以大家都得掌握 最后一天 都是不经常考试的 大陆 和队 中文字幕 发展 中文字幕 就是 试图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订阅 出向 在目他们 终